下面是油漆桶填充工具 它的快捷键是Shift加B 来我们看一下效果 首先我们要先拉一个选区 就拉一个巨型的选区 我们现在点按油漆桶 就可以在里面填充颜色了 再画一个圆形的选区 我们给它改变一下颜色 这个地方要先填充 好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渐变工具 渐变工具呢 我们也最好是拉一个长方形的框 我们现在用界面工具来填充颜色 好看到没有 然后下面的属性里呢 我们可以调整我们的颜色的样式 看到没有 然后这里可以调节我们的点位 我们的颜色点位 好 我们这里可以选择我们的方式 比如中间 中间 正方形 正方形 还有肩脚 各种形状 可以选择 好 我们现在往下进行 下面的工具呢 就是铅笔工具 我们先把这个前面的操作 选区取消 好 我们选一个颜色 好 这里点这个方框呢 我们可以选择我们这个笔形 比如说我们这是圆形的笔 可以选择不小心的笔 还有各种形状的笔 好 这样呢 我们可以画出很多需要的效果来 好 我们点击comment 这也是取消 我们继续往下看 下面的就是画笔工具 画笔工具 跟那个我们的铅笔工具 也是基本上一样的 只是它的硬度和力度会偏软一点 然后我们看一下对比 我们现在点一下铅笔工具 看见没有 比较深 硬度比较比较硬 然后我们的画笔工具呢 就比较软了 我们下面这个参数可以调节 这里可以调节我们的笔的大小 这些什么角度啊 间距啊 硬度啊 力度啊 都可以进行调节 好 这里就简单的介绍一下 我们继续往下看 下面的话就是铅笔擦工具 也同样的我们可以选择我们的铅笔擦的形状 硬度大小宽度都可以选择 我们可以 来擦除 好 把这取消 继续往下进行 这个喷腔工具呢 我们就看下效果吧 我们先选个笔画 选成实性的黑笔 好 这一个选区 取消选区 我们就可以进行 那么它是效果就会更加的柔和 它有一个透明度 好 我们现在取消它 往下进行 下面有个墨水工具 这样呢 它这个 我们发出它的线呢 它就有一个 这个 艺术感 看见没有 让我们写个字 这里 从现在它可以改变我们笔的形状 正方形啊 它起笔是正方形 还有我们这个菱形啊 还有我们这个菱形啊 圆形啊 好 我们看下一个工具 下一个工具 是MyPound的笔刷工具 好 把大小改一下 这个太大了 好 我们这里可以调节它的硬度啊 透明度啊 可以进行调节 来 现在我们看一下克隆工具 为了更好的演示呢 我们打开一个图片 好 好 我们把这个图片拽过来 好 好 那我们看看效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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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它这个 我们按住Carmen的键 先选取我们的克隆元 比如我们选择我们的眼镜 好 这里呢 我们就会把眼镜克隆过来 好 这就是我们的克隆效果 下面的参数呢 也是大小啊 宽度 角度 间距啊 硬度 力度都可以进行调节 我们再看我们的第二个 第二个是修复工具 我们放大一些 来 我们来演示一下修复工具 我们先把大小调小一点 好 我们现在这 先 我们先 点一个 点取一个克隆元 我们先按住Carmen的键 点取克隆元 然后我们点取修改的位置 看见我们这个质就取消了 然后这个地方会非常的柔和 它会根据我们的背景色 根据旁边的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 进行一个克隆的匹配 我们为了对比呢 我们先把它换到我们的 克隆工具上 我们也是点起克隆元 看见没有 我们在克隆的时候 它的颜色的 跟周围的话 就比较反差 比较明显 我们再回退回去啊 对不起看 我们现在同一个位置来操作一下 现在我们用普通的克隆工具 选取克隆元 然后点取一遍 点取 看见没有 它的反差比较大 退回来 我们现在用我们的修复工具 同样的选取克隆元 然后再点按 看见没有 它刚刚旁边的话 几乎是看不出来了 就好 我们取消它 看到没有 效果就非常的好 我们再把这边也盖一下 它来远以后就看不出来了 会非常的自然 好 我们再看下面这个 这个是透视克隆工具 这个工具呢 需要我们的 我们再打开一个图片吧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工具的操作 首先我们这里呢 先点取我们修改 透视 然后我们点按我们的图像 这里面呢 我们四个角呢 我们四边呢 就会出现一个区域 我们这时候呢 就可以改变它的区域 我们把鼠标移到这个角上 它颜色变了以后 我们就可以进行拖动 好 进行拖动 我们拖动的效果呢 形成一个 由远到近的一个效果 好 然后我们现在看一下 我们这个中间这个框呢 就是调节它的我们拖动的时候的一个轴心 然后这个白框呢 就可以进行这样的 横向的给变化 好 这个框呢 就是上下拖动 这是左右拖动的 好 现在我们进行下一步 这是我们就要在这个地方换成那个透视克隆 然后我们这时候呢 可以选择一个克隆源 比如说我们来 可能让我们定到这个边角这个位置 好 现在我们选择克隆的位置 大概也是边角位置 好 我们就看我们现在效果 好 大家看到变化没有 它会形成一种空间感 而且那个它会自动的进行一个托放 根据我们的空间 进行一个放大效果 好的 我们现在就讲下面一个工具 下面工具呢 是模糊 模糊工具我们看下效果吧 我们就在也是在这个图像上 看见没有 我们图像就变成模糊的了 好 我们看下面一个工具 下面工具的就是涂抹工具 涂抹工具效果呢 跟我们的那个扭曲工具有些像 我们大家看一下 你说以我们这个图像为例啊 我放大眼的看下效果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边缘 往里头脱一下 我们图抹以后呢 它就会把我们的旧的区域往里拉伸 我们看一下跟扭曲工具的变化啊 如果是扭曲工具 它就比较生硬 它变化比较生硬 就是扭曲工具 然后涂抹工具呢 我们再看一下 它有个过渡 好我们现在取消它 好我们再看下面那个 简单和加深工具 我们还是回到刚才那个图片 就是选择性的 让一些地方变亮 或者是变暗 它的快捷键是Shift加D 我们来演示一下 我们可以把这个 把这位女士的眼睛变亮一点 我们看一下这个操作效果 我们这个笔有点大 我们可以把笔变小一点 这个地方变大小 6 怎么样啊 这个可以 再调小一点 把这个地方调小一点 好这样看效果还是可以的 好我们把这个眼睛也调亮一点 好现在效果还可以 下面的参数呢也是 我们自己也可以看一下就行的 跟我们以前讲的参数基本差不多 好我们这些工具的基本的操作方式就讲到这里 以后我会给大家深入的来介绍 所有工具的深入的来介绍各个工具的应用 好那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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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 你看看 感谢观看